还记得上一回在约尔记第一章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上帝就通过 他的这个先知约尔 约尔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 唯独耶和华是神 这个唯独耶和华是神 名叫唯独耶和华是神的先知 他来到以色列众民当中 就警告他们 那些还不肯悔改的人 他告诉他们说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也就是说上帝要审判你们的日子 已经靠近了 先知约尔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所经历的那场 前所未有这蝗虫袭击的这个瘟疫 是由于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犯罪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场 前所未有的瘟疫的灾难 倘若他们还是不悔改 要是他们还不肯悔改的话 上帝将会降下更严重的灾烊 来提醒他们 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上帝 他会审判罪人 在约尔书第二章这里 这蝗虫的袭击已经发生了 那你可以想象 当时的以色列的土地 所的那些植物 几乎都被蝗虫给毁灭了 因为不够植物来吃 连动物 连他们的牛羊都快死了 都奄奄一息了 在这种情况下 约尔再次地向他们说话 不是告诉他们 上帝说已经够了 而是来告诉他们 上帝说 如果你还不悔改 更严重的灾烊 将要临到你们 所以第一节 约上帝告诉 众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脚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要发灿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尽了 已经很靠近了 上帝说 那是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上一次已经简单地说过 耶和华的日子是指 耶和华要通过这些灾烊 比如这饥荒 瘟疫 甚至战争 他要利用敌人来攻击他们 等等 来对罪恶 他的子民的罪恶 进行审判 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更是指向和代表 主耶稣基督将要在末日 来审判世人的那个日子 也就是最终的审判 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 做前受到审判的那个日子 所以 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很靠近了 因此 这个约尔先知 就再次地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诚恳地悔改 马上地悔改 寻求上帝的原谅 否则你们就要被灭 被上帝给消灭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 悔改的紧急性 或紧迫性 在约尔的那个时候 每逢有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节日 人们都会吹脚 来号召众国民一起来庆祝 通知每一个人一起来庆祝 号角也会在发生 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有敌人要来攻击的时候 或者有任何严重灾难 要临到的时候 号角也是会吹响 就像这个响起警钟一样 来通知和警告 每一个以色列国人 所以上帝在这里说 你们要在西安吹脚 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吹脚 这是要通知警告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 不论老的少的 都因为他们的罪 得罪了上帝 上帝要他们知道 他们处在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 上帝要施行审判 上帝要审判他们 他的审判就要来到他们身上了 因此他说 他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很尽了 临到了 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他恨恶罪恶 他永远不能够接受罪恶 所以当你和我犯罪的时候 我们是在背叛 创造我们的上帝 救赎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在拒绝上帝的爱 尤其我们从上帝那里 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这么多的恩典 我们如果继续的犯罪 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罪是严重的 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 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我们不用自己来偿还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 其实罪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轻看罪恶 就好像一个孩子 如果他要什么 就容易得到什么的话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孩子 他就不会珍惜所得到的 他甚至会把他当成是 不以为然或者是应得的 有时候我们对上帝 给予我们的赦免 给予我们的救恩 也有一点这样的心态 不是吗 我们忘记了这个救恩 是如此的伟大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罪恶 是如何的可恶 可怕 要知道罪的严重性 要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只要到十字架那里 看到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的儿子 竟然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 必须这样的蚕死在十字架上 受到上帝的咒诅 你就可以知道 罪是我们的罪 是多么的严重 必须由上帮我们的罪恶 为人亲自来为我们受审判 为我们受刑罚 我们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原谅 你可看到罪的严重性 你可看到上帝对罪的恨物吗 在约尔这个时候 上帝已经所谓的容忍 以色列人 在他面前犯罪 已久的这个情形 一次又一次的 他们继续的犯罪 所以现在上帝告诉他们 我的日子将要来了 我就要来施行审判 要刑罚你们 所以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当上帝来刑罚罪人的时候 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 谁能当得起呢 在这里 在这世界上 有谁能够说 上帝要刑罚就刑罚了 我去挡 你当得起吗 你可知道罪的严重性 刚才已经说到 罪必须由他自己本身 上帝来偿还才行 那你要用什么来挡 你要用什么来还 有谁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审判做钱 而可以逃得过上帝 所给予的判决吗 没有人 我们都是有罪的 我们都应当罪该万事 永远的到地狱去受死 在地狱的永火 的火坑中 也不足以偿还我们的罪债 因为我们所欠的这个罪债 是无限庞大的罪债 所以上帝说 当这审判来到的时候 有谁能够当得起呢 第一节 因此他说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 都要颤抖 的确就像希伯来书 第十章三十一节所说的 若在永生神的手里 是可怕的 有时我们 做学生的 我们知道有些老师很凶啊 如果我犯错的话 要去见这个老师的话 我会很怕 因为我知道这个老师很凶 一定会惩罚我 如果连这样区区的一个人 我们都会怕 那这个永生 全能上帝 如果我们要 站在他面前 受他惩罚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十二节说 他说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虽然上帝 必定要来审判 惩罚我们这些犯罪的人 但是他说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什么 这句话让我们意识到 上帝在命令 犯罪的人 要悔改 要 尽时哭泣 悲哀 这是悔改的表现 他说 他是叫我们 只要我们还可以听到 他这个呼召的话 我们就要马上的 来悔改 不要等到明天 不要拖到明天 因为或许我们 见不到明天 因为或许还没有到明天 耶和华的日子 就到了 那我们要悔改 就已经太迟了 因此 先知 约尔呢 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紧迫的 马上的悔改 而不是表面上悔改而已 要在真诚的 在内心 认真的向上帝悔改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点 真诚的悔改 第二点 这真诚的悔改是什么呢 第十二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尽时哭泣悲哀 一心归向我 一心归向我 换句话说 一个真诚的悔改呢 是一个人愿意离弃罪恶 归向上帝 或者转向上帝 是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 这就像 如果我们有看过那些 士兵或者警察 在不抄的时候 他们在抄的时候 向前抄 他们走啊 走啊 如果那个指挥官 叫他们 就是回头转 他们就马上 转身 不再往前面这个方向走 往反方向 继继续地走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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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 所当作的 我们悔改 不只是要 停止 犯罪 停止向 罪行去 我们要 转身 而且还要 继续地 向神 行去 所以 悔改不仅仅是 戒掉一些 不好的习惯 以前我赌博 现在我没有赌博了 以前我抽烟 现在我没有抽烟了 以前我很贪心 现在我尽量不贪心 这些是好 这些是对 但是 悔改 不只是 切掉一些坏习惯 或者尽量地 不要犯罪 停止犯罪 而已 当然包括这一切 但是 悔改 也包括 要转向上帝 要来现在 追寻 顺服上帝 以前我没有 我不要听上帝的话 我要听我自己的话 我要犯罪 可是现在 我悔改了 我要听上帝的话 我要更认识上帝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圣经说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已经悔改了 你的旧生活 已经过去了 现在都变成新的了 你是在耶稣里 是新造的人 你要照着 这新的生命来活 所以悔改 首先不只是 停止犯罪 来顺服上帝 第二 悔改 是我们每天 必须做的 因为我们 虽然得救了 我们做了基督徒 我们还不完美 我们还在 成圣的道路上 所以每天的生活里 我们还会 违背上帝的律法 我们还会犯罪 因此我们必须 继续每天的都要来到神面前悔改 认罪 不只是信主那一天要悔改而已 每一天都要继续的 仍然那么做 要记得 约尔在这里 不是向外邦人 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说话 他是向着以色列人 那些上帝与他们立约的以色列人说话 不是说他们是上帝 与他们立约的人就不用悔改 他们也要悔改 每天都要悔改 所以这悔改 是我们每天 在归向上帝的道路上 必须继续做的 而且悔改 第三是 悔改是发自内心的事 是整个内心都在为自己的罪 感到悲伤和懊悔的事 这个悔改是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 怎么的伤了上帝的心 怎么的得罪了上帝 怎么的使他那么的不满 我们内心感到羞愧 感到懊悔 感到伤心 就好像 我们如果得罪爱我们的人 我们会感到伤心 不是吗 这个人对我这么的好 这个人 爱 这么的爱我 我却这样的伤他的心 我却这样的得罪他 我们会感到羞耻 我们会感到伤心 同样的 当我们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的看到自己的罪 是多么的 可怕 我们怎么的伤上帝的心 我们怎么的忘恩负义 我们要在神面前感到羞愧 这是真正的悔改 所以 约尔在第十三节 他说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你们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在当时 他们有这样的作风 作法 就是当一个人很伤心的时候 他会撕裂自己的衣服 或者有其他的表达的方法 或者他们 我们都有读到 就是门徽 或者穿麻衣 穿麻布 都代表他们在 哀动 在伤心的时候 所以这里上帝说的 他说他要的不是 外表的撕裂的衣服 而是要撕裂你的心肠 你的心肠要感到伤痛 知道你得罪了上帝 你没有听爱你上帝的话 所以你要感到 像你的心肠被撕裂一样 所以在这里 约尔是要警告 每一个人 你的悔改必须是真诚的 不是只是在外表上 让人以为你 你真正在悔改 在为罪感到伤痛 因为在外表上 虽然能够瞒得住别人 但瞒不过上帝 上帝看透我们的心 所以 他要的是真诚的 我们不要像一些孩子一样 哎呀 做错了 就在父母亲 知道父母亲会惩罚他 赶快先哭 哭哭哭哭 对不起 希望他的父母 就这样原谅他 只是外表上 你知道他是假哭的 因为他心里一点都不感到 内疚 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这样的 只在外表上悔改 心灵上 没有真正的 为我们的罪感到伤痛 因此约尔说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是撕裂衣服 这里不是说 因此就不能够有 为罪感到悲哀的这种表现 因为 在当时就像我说的 这里上帝不是说 他们撕裂衣服是不对的 或者穿麻衣是不对的 因为 在 在另一节 他还告诉他们 要 在十二节 他怎么说 十二节他说 你们要 禁食 要哭泣 要悲哀 来归向我 当然 这里 不是做给人家看 而是因为 当你在神面前 真诚地感到悲伤的时候 你会 有 类似的举动 这个禁食 不是做给人家看 不是 到处去跟人家讲 你知道 我现在在禁食 我今天没有吃 因为我要为我的罪感到伤痛 那个没有用 你禁食 圣经说 你不要让人家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你为你的罪 要在神面前感到伤痛 当然 这里我们不要讲到 这个禁食的 这个事情 不过简单的说 我们感谢上帝 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我们只要真诚地 来认罪悔改 他会原谅我们 禁食不表示说 会使到我们的 更得到上帝的原谅 记得吗 刚才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比利时 比利时 信条也提醒我们 我们 不是靠自己的 行为 来得到上帝的原谅 所以这个 有些人 他们以为说 我禁食呢 上帝就更加的会原谅我 不是 他要的是心里的 不是你外表上的 所以这里 他说 你不要失恋你的衣服 我要你的 是你失恋你的心肠 那 当我们 真诚地来到上帝面前 悔改 认罪 求他原谅的时候 我们第三点 能够看到 他是一个 满有慈悲 和怜悯的上帝 对于 百姓的罪 和悖逆 约尔说 上帝的审判 要临到了 没有人可以避免 没有人能够 当得起 公义圣洁的 耶和华 上帝 审判 惩罚罪人 应不应该 公不公平 当然是 最应该 最公平的 因为上帝 是圣洁的 上帝 是公义的 反过来说 如果 如果上帝说 算了 你的罪 不要去管他 那他就不是一个 公义的上帝 他不是一个 圣洁的上帝 他就不可能 是上帝了 但是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上帝 他必定会 他必定要审判 我罪人 惩罚他们 但在这里 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叫他的子民悔改 归向他 换句话说 他会饶恕我们 他会给我们 一条 深入 我们看到 上帝 他没有马上的 把他的子民给消灭 他呢 反而叫他们 归向他 悔改 归向他 就像我们 这就让我们想到 新约 这个以福所书第二章 第三到第五节所说的 你们从前 我们每一个人 信主的人 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我们本来就是 应当得到上帝愤怒的子女 和别人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所以第十二节的那个 虽然如此 是给予我们极大安慰的一句话 上帝自己说的 他说 我要来审判你了 你不悔改 你这犯罪的人 我要来消灭你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你应当悔改 你应当禁食等等 这 虽然以色列人 一而再地违背上帝的律法 亲看上帝对他们的宽恕和他们的爱 虽然他们就好像什么样 上帝打开这个门 让他们得到救恩 他们自己把这个门关起来 说我们不要你的救恩 虽然他们这样地对待上帝 但上帝却还在这里 还在这个时候 仍然地告诉他们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悔改 我将赦免你的罪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上帝竟然会这样地 施恩怜悯 与这些不配得到他赦免的人 在第十一节 他亲自地宣告 他说 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但在下来的十二到十四节 他就却马上地向我们宣告说 这有一条让你们 避免灭亡的一条深路 我为你们开 第十二到十四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 一心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 哉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 也无可知 这里讲到 或许 或者他转意后悔 这里不是说 耶和华好像我们人一样 会后悔 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决定 做错了 哎呀 我做错了 我后悔 我要改变我的主意 这里不是说上帝会这样 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 上帝永远不会做任何错误的决定 所以上帝一直都不改变 一直都一样 他说他会消灭 他肯定会消灭 因为你若不悔改 他是公义圣洁的神 他要消灭你 到地狱去永远的受死 但是他也说 如果你悔改 我会原谅你 我会接受你 这上帝永不改变 所以因此改变的是谁 改变的是我们 就像那个指南针一样 他的那个针是永远指住北方 不懂为什么叫指南针 不是指北针 不过就是永远是指向北方 但是如果我们转方向的时候 那支针好像移动 但是移动的是我们 不是那个针 那个针永远都是指向北方 同样的 当我们还要往罪恶那里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要消灭我们 但如果我们悔改的话 转离这个罪恶 归向上帝的话 上帝会原谅我们 这就好像他改变主意 好像他改变了 其实不是他改变 他没有改变 他的话都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这是好消息不是吗 这是福音不是吗 只要你和我能够接着信心 去悔改 跟随耶稣的话 他肯定会原谅我们 这就像以赛亚书55章第7节所说的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先知约尔对当时 向以色列人所发出 有关即将到来的审判 即将到来的 耶和华日子的警告 也是给你和我的警告 因为我们知道 主耶稣将要再来审判这个事件 所以这警告也是向我们发的 你和我也必须听到这个警告 那请问你认识 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你可能会问 要怎么才能够得救呢 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你永恒结局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知道 要怎样才能够得救 答案是要悔改 并相信主耶稣基督 悔改和相信耶稣 是得救的方法 因为耶稣也曾说过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先知以赛亚 在以赛亚书55章6到第7节也说 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要趁还有生命的时候 来相信耶稣归向上帝 不要担忍 亲爱的朋友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 相信跟随耶稣的话 我们已经讲了 相信悔改不是表面上 不是来教会就可以了 要发自心里 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 为自己的罪忏悔 要知道我唯一的救恩 唯一的希望是在主耶稣那里 我要来跟随他 我要来听他的话 我要将我的生命都献上 由他来掌管 那你就是真正的 有悔改 相信耶稣的一个基督徒 那你可以肯定 上帝的恩典 肯定会临到你 所以 今天就来相信耶稣 因为他是唯一 上帝所赐下的救主 除他以外 圣经说 别无拯救 没有其他拯救的方法 反而到耶稣那里来的 耶稣说 我总不丢弃他 神的恩典 在这里不是让我们看到 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 但神的恩典不仅呈现在 他救赎我们 怎么救赎我们这些罪人 他不只救赎我们 他还继续地赐福于我们 这也是从我们今天的这段经节 十四节也看到的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上帝会留下他的福气给我们 所以他不只救我们 不要让我们受到他公义的审判 他还继续地带领我们到天国的道路去 他赐我们福气 耶和华的慈爱何等伟大 所以让我们能够带着真诚的信心来跟随他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余下的日子 来继续地每日悔改 每日归向主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谁能当得起呢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够站立得住 因为有耶稣为我们的救助 感谢赞美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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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